犯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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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了 吃饭了 相公 人呢 犯狼 有数名百姓目睹鸭群向他家俯冲 鸭群飞走时 无数字条从天上飘落 老大 我打听过了 这字条上这个朱婷 是当地朱园外的公子 少亲 这个是目击证人 昨晚就在案发现场 官人 昨天案发时你在哪里 我就在那儿 当时这扇门是开着的吗 门是关着的 你说你目睹了凶案发生 对 你站在墙外 死者死在院里 你怎么可能看到凶案发生 官人 这不是一般的凶案呀 这是火 火鸭杀人 火鸭 对 当时满天都是带火的乌鸭 往这院里冲啊 然后就听见了范良残叫 叫了有多久 没多久 一会儿他就没伤了 小人也是头一回遇到这种事 太上人了 太上人了 死者身上 死者身上的全部伤痕 都来于一种鸟灰 或者说是类似鸟灰的东西 没有致命伤 死因应该是失血过多 这究竟是种什么鸟 死者身前似乎有短暂的搏斗 在死者的支架缝里 找到了一些羽毛的残渣 都带回去 好 老大 好 那我们现在 走 去找朱婷 你就是朱婷 是 是 就是在下 知道我们为什么来找你吗 小人不知道 范良 认识吗 不 不认识 他是谁呀 城郊的养鱼户 昨晚刚死了 死 死了 对 现场留下的字条 写着你的名字 我 我的名字 这 这也太扯了吧 案子还在调查 一旦想起什么 马上来告诉我们 哦 一定一定 走 乖人 慢走 乖人 慢走 这个朱婷鬼鬼祟祟的 一看就是在撒谎 对啊 他那个心虚的样子 真是谁都能看得出来 可是他得知范良死了之后的表现 可不想装出来的 这人也是你家的 他可不是府上的人 你没瞧见他穿着素服 他丈夫死后 我们家公子看他可怜 在接济他 他也不怕说闲话 一个寡妇 白天登门 她也不怕说闲话 不散不散 把这些新到的货搬到库房 哎 好 这可是从西域引进的 至尊无敌琉璃酒一斗 可要六百文 你应该很清楚吧 你这来来去去的 已经喝了至少一千二百文了 我可都记在账上了 我在努力干活 我总能喝两口酒休息休息 才能更有力气干活啊 如果不三不四也这样干活 我的店就开不下去了呢 开得下去 开得下去 有客人来了 有客上门了 这就请客人进门 公营财神爷进门了 说一声 琉璃酒六百万一斗 很便宜哦 别闹 扫摩 回来 我来是有事找你帮忙 帮什么忙啊 没看我在忙吗 扫摩 叫你帮个忙哪那么多废话 你听说了火牙杀人的事吗 听说了呀 来的客人每个都在讲 你可知道有什么手段 可以轻易这样杀人 你们不是已经验过尸了吗 不是已经确定是非秦杀人了吗 现场留有字条 写着冤有头债有主 朱婷 这个朱婷我们调查过 和死者似乎有某种联系 但他自己却极力掩饰 我觉得非常可疑 你不会觉得世出挺杀人吧 直到现在 他的嫌疑最大 你是脑子有问题吗 哪个修士会把自己的名字 写在犯罪现场 所以我才过来问你 有没有什么方法 能驱使非秦杀人 据我所知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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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出面了 这回死的是 朱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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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走啦 五十 一个赚四十五呢 有赚头啊 三婆 你忙啥呢 吓死我了 我还为四粮呢 不 你又在这儿打什么外主意呢 我从杂货铺里进了一批香囊 过两天我扛到街上一卖 又能赚一笔 千万别告诉四娘啊 行 但是呢 你得陪我去查一个人 这是在朱府发现的 四娘那里的酒 两滩 行 赵雷 你再仔细回忆一下 几位官人 我真的不认识 我不认识那两位死者呀 事关重大 再仔细想想 我只知道那个姓范的是个养鱼的 那个姓朱的是个顽固子弟 可我不曾与他们过来往啊 生守下一个目标就是你 你近期有没有感觉到 什么地方有异样 你们是来救我死的吗 我这儿不欢迎你们 几位请回 你这是妨碍公务 这是客人定制的 一共就俩 弄坏得赔 我 算了 我们走吧 看他这个样子 就算知道什么的话 也不会告诉我们的 我这儿不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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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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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她们正好一个听不了锅躁 一个闻不了腥味 你和你丈夫 平日里关系如何 我们俩的感情很好 只不过她一门心思 都放在养鸟上 所以我们相处的时间很少 养鸟 就是鸽子 你知道的吧 我丈夫是城里最有声望的养鸽人 他把她大部分的时间 都放在了那些鸽子身上 你呢 你也喜欢那些鸽子吗 我 一点也不 好在她的那些鸽子 在她死后都飞走了 不然我真不知道 该拿这些鸽子怎么办 那些鸽子 它们怎么飞走的 这个我不清楚 但那些鸽子平常都待在鸽巢里 可在志乔死后 就再也没有飞回来过 老大 这天都等黑了 那凶手草还不出现 再等 有人出来 这不你寡妇吗 她怎么还跟赵磊有一手啊 我会去查查这个寡妇 好 不早了那咱还等吗 等着 来 来了来了来了 来了 桑梦都楼呢 在哪儿 不知道 你站住 去哪儿 干嘛 那么想我 凶手抓到没有 抓到没有 连个人眼都没看着 我也没说凶手一定会出现嘛 既然凶手都说了要杀赵磊 他迟早会出现的 跟我去大理寺 看看证务上有没有线索 我们不能耽误时间了 那可不行 我正要去骑市场卖香囊呢 都什么时候了啊 你还想着去卖香囊 那行吧 是 那个 你现在跟我们去办 回头呢 我们帮你卖香囊 你也能卖得快点 他呢 你也别太过分了 我告诉你 你也别蹬鼻子上脸 我们老大什么身份 怎么能帮你去摆摊呢 我告诉你 卖 一言为定 走吧 这布条是在死者的院子里发现的 这布条是在死者的院子里发现的 这是什么 这些是原本就在布条上的 还是后来蹭上去的 肯定是原本就在布条上的 因为我拿完了物证以后 就直接封存了 不会碰到任何东西 这是双叶在梵梁尸体上 发现的火压的羽毛 不对 这些是普通鸽子身上的羽毛啊 鸽子 黎智桥死亡的卷宗里有说到 是他的妻子报案 说在黎智桥死亡后 他所有的鸽子也全都失踪了 乌呀 火呀 鸽子 这到底什么鸟啊 好了好了好了 先去摆摊嘛 你们答应呢 谁都不许耍赖 瞧一瞧看一看啦 走过路过别错过 西雨其香西雨其香 不管男女老少 谁都不许耳 谁配的他都会充满着奇香 来来来 西雨其香西雨其香 什么东西都要包装一下 才卖得好啊 你去看看这集市上 哪个不是吆喝什么西雨呀 祖传呢 这样才卖得出去 学得点啊 哎哎哎 你俩帮我吆喝一下 好好 西雨其香 西雨其香 哎哎 西雨其香 闻闻闻闻 来闻闻 来闻闻 特别香 来 特别香 来 特别香 瞧一瞧 看一看 走过路过 千万别错过 真的好闻啊 西雨其香 不管男女老少 谁配的他都会充满着奇香 我知道李少卿 也不太可能真的帮忙吆喝 但是没关系 你只需要亲自带上 做个买家秀 哎 你干什么 哇 这位公子看起来气宇宣扬 品味不凡 尤其腰间这个香囊 让您看起来容光焕发 戴上以后 整个人的气质 获得了整体提升啊 啊 是不是啊 是 这香囊真的很香啊 香香香 送一个 送一个 我送你一个吧 很香啊 西雨其香 西雨其香 连大理寺寿卿都喜爱的 西雨其香了啊 是啊 啊 好香啊 这桃花很美啊 哎 美女 美女 来看看 看看 这怎么卖 这个啊 五十文 五十文 太贵了 不贵 看旁边 大理寺 少卿 都带我们家香囊啊 而且 这桃花很漂亮啊 她不光是自己带 还买了好多送给姑娘 否则就凭她 怎么可能 给我并成为长安四少呢 新道新能 新道新能 姑娘送晴郎 太子送家人 对妖月色 要了 狼固新闪 哎哎哎哎哎哎 别别别走啊 哎 如意兴闪 姑娘送晴郎 你起那什么破名字啊 哎 你听那人家的名字啊 如意兴闪 一听就洋气 嗯 赶抢我的买卖 汇汇去 别打人 别打人啊 让开 上摩 同行末入 同行末入 我是来欣赏欣赏你这如意欣赏 不欢迎啊 我这儿跟你不是一路货 就你这黑漆漆的东西啊 黑如意欣赏呢 你是卖香囊啊还是卖煤球啊 你还真别叫满 姑娘 来 给你挑个香囊放到里边 请看 我看看 我看看 来来来 真好看 真的好看啊 你看 你看 真好看 别跑了 比不过了吧 干嘛去 比不过了吧你 把你们的香囊拿走吧 走了走了走了 气人 走喽 如意欣赏 瞧一瞧看一看了 你干嘛 又搞什么鬼啊 你看 这怎么回事啊 三胖 我让你找的证人 找到了吗 找着了 进来 浩哥 好 见过几位官人 我问你 你那天 看到火鸭身上发出的光 可是这种光 没错没错 就是这样的 只不过 只不过 好像比这个亮了很多倍 像着火一样 可以了 你可以回去了 其实那天她看到的根本不是什么火鸭 而是一群普通的鸽子 是有人先在鸽子的羽毛上涂上了这种黑色的荧光粉 而这种粉末吸收了日光 在光纤暗的情况之下 会自动发出荧光 使鸽群看起来像火鸭 不管什么粉啊 什么末啊 这不就是一群鸽子吗 怎么能把人杀死呢 啥鸟呢 那么大的劲儿 这个问题我暂时还没有想明白 可是目击者 只看到了一群鸽群在上空盘旋 死者也的确是被鸟会所伤 可训练鸽子杀人 闻所会闻 按理说 凶手已经给出了下一个目标 可赵雷却迟迟没有遭遇不测 这又是为何 除非凶手就是赵雷自己 只不过他使了一个贼喊捉贼的伎俩 我知道应该怎么让这家伙认罪了 咱能把拉点找不 你跟杨旭之前可有来往 他是黎兄的妻子 现在有证据指明 杨旭就是杀人凶手 不会的 不会的 杨旭不是那样的人 桑期未过 却深更半夜 跑去他人府上私会 你说他是哪样的人 杨旭 你可以自己选 凶手要么是你 要么是他 凶手是我 我和杨旭是真心相爱 我们几个是青梅竹马 从小一起长大 我原以为志乔会好好待他 可他只知道摆弄那些臭鸟 都将杨旭冷落在一旁 这些我都看在眼里 只想为他做点什么 直到有一天他找到了我 我们一直背着他丈夫撕毁 可我知道 李志乔一日不死 我和杨旭就不会有可能 没错 是我闺蜜心窍 才动了杀心 他的尸体现在在哪儿 就在东郊的山林里 官人 人是我杀的 和杨旭没有关系 请你千万不要为难他啊 官人 官人 老大 这火鸭的案子没查到 倒查到了一个别的案子 倒也算是个收获 就是这儿 这就是你杀死李志乔的地方 对 他经常在这儿放鸽子 我当时把他叫到这儿 然后趁他不注意 我就把他推下去了 你确定他掉下来了 我亲眼所见 那你就这么把他带到悬崖边缘 他就没怀疑你 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 他怎么会怀疑我呢 早知如此 当初 就不该把杨旭让给他 杨旭的事情 我已经打听过了 杨旭的事啊 现在已经成为街头巷尾 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他们都怎么说 这个妇人杨旭啊 表面彬彬有礼 温文尔雅 但实际上 她不是一个安分的女人 世警流言怎么能信 这些世警流言 虽然繁杂 但是挑挑拣拣呢 还是能捞到不少干货 李志乔深爱他的妻子杨旭 是 但无奈杨旭是个风流的女人 勾搭的公子哥不少 朱婷就是其中的一个人 听说是那个范良前线 两人才成的呢 所以人们说是李志乔死后 变成了恶鬼回来复仇 我觉得这流言 并非空穴来风哦 可杨旭和那朱婷交好 怎么有同事和赵雷 赵雷暧昧不清 依我看哪 这赵雷还蒙在鼓里吧 杨旭已经招供了她 与朱婷的私情 等桑期结束 朱婷就会迎娶杨旭 怎么可能 杨旭怎么会认识朱婷 是范良将她介绍给朱婷的 范良 她的证词就抄录在此 来 毒妇 毒妇 呸 这个毒妇 让我杀掉李志乔 好 居然是和别的男人相好 她一直在撒谎 把我当成傻子一样愚弄 我就是一傻子 傻子 黎志乔到底是不是你傻的 是 是又怎样 都是这个毒妇指使我干的 那天夜里她来找我 就是来告诉我 大理寺已经调查此事了 拜托你了 好 我眼瞎了 我居然会瞎到 把那个毒妇背黑光 我明白了 那个鸟就是来给黎志乔回来报仇的 杀了范良 杀了朱婷 下一个就会是我 然后就是那个毒妇 一派胡言 黎志乔可是你亲手所杀 对 所以他才会杀我呀先 然后再杀那个毒妇 停止瞧 你要杀杨迅 来人 杨迅 你个毒妇 把她给我带下去 我要杀了你 你个水性雅患的女人 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 知道凶手是谁了吗 知道凶手是谁了吗 你真的有什么意思 你要杀了你 你对你 你准备了 你听过了吗 你还没想到 我杀了你 你一定能听过 你不懂的 我可以 你不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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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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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梁和朱婷都是我杀的 我接受制裁 也该让他们走了 这块磁石应该就是你控制鸽子 让他们盘旋飞舞的方法吧 你应该早就知道杨旭和赵磊有私情 但你暗于面子或感情并未戳穿 所以当赵磊把你叫过去 推下山崖并没有死 是因为你早有防备 而且那是你的放鸽之处 没有人会比你更熟悉地形 生还后 得知范梁为杨旭朱婷牵线 你怒火攻心 就利用鸽子实施了火鸭杀人的计划 你先在鸽语上涂抹荧光粉 再利用磁石 让鸽群在范梁家上空盘旋飞舞 让附近路过的人看到所谓的火鸭 随后你潜入他家小院 用特质的鸟嘴稿 对他展开偷袭 用看似鸟会的伤口 制造火鸭伤人的假象 当日我曾在赵雷的兵器 我见到过鸟嘴狗 当时还纳闷 怎么会有人用这么奇特的兵器 杀了范梁之后 你指挥歌群抖落布条 然后解散了他们 之后用同样的手法 谋杀了与你妻子有染的猪蹄 我主要 想以此来吓唬杨旭 我希望他害怕 我希望他害怕以后悔过 其实只要他肯认错 我一定会原谅他 可是他好像丝毫没有害怕 是啊 他从最开始决定杀我时 就没有再害怕过 我知道 最开始决定杀我时 这是范梁给他签的线 他引诱我的妻子出轨 死有余辜 但你为何迟迟没杀赵雷 赵雷再蠢迟早也会知道真相 我想让他跟我一样 在背叛的滋味里受尽煎熬 官人 我知道我罪无可恕 我接受任何惩罚 可是 我希望能够从轻发落扬许 他只是太寂寞了 归根结底 是我花了太多时间养鸟 才让他走到这一步 是我自己先造的孽 这到底是块什么宝贝啊 竟然能让鸽子全部在他上空飞 这不过是一块磁石 磁石 没错 鸽子飞行的方向被磁石干扰 所以才会围着这石头飞 那如果我带着他 是不是可以让人围着我团团转呢 你想让谁围着你转啊 开玩笑 你不是我的菜 因为我是活人 了解我 你说 咋用这块磁石训练鸽子 帮人送快递 能不能发财啊 这是大买卖 要不要入国 你有多少四方钱 交出来 告辞 过来 我上证吧 要看 那 我上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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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证了